昨天夜里我们上海机场组织力量对浦东机场货运单位的人员进行了核酸检测 截止到今天上午9点半 累计采样17719人 已经完成了核酸检测11544人 结果均为阴性 其余的6175人的样品尚在检测的过程当中 接下来机场方面还将进一步加强秋冬季的疫情防控 做好人员防疫管理和作业的防护 对货运区的一线高风险作业人员定期开展核酸检测 并且在知情资源的基础上 安排高风险岗位的作业岗位人员 进行新冠肺炎疫苗的应激节奏 同时加强入境货物 获取生产设施 以及工作环境的消灭 作业